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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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蜇調的靈魂》 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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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 這首是今年第幾首歌 第一首嗎 是不是今年第幾首歌 有些同事說是第三首 但其實應該是第二首 正式來講應該是第二首 很少見我唱這首風格 所以剛剛出了這首歌之後 大家會覺得 他這個風格比較適合他 我想我入行以來 其實我很少看《流言》 反而我去到去年 參加了《盛風破浪》 《盛風》 就是《姐姐歌》的節目之後 我才開始看《流言》 我以前是真的不看的 為什麼呢 可能以前 《流親》都是一些 不太好的歌 去年開始我會覺得 不是的 我也想看看大家 街外的人對我 是有什麼感覺 所以我現在都會經常去 達到自己的帖子 討論我那些 當時很多人都會 一出道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直接 可能真的 連記者都認錯了我 和Wince 和Wince的樣子 所以當時我就會覺得 我真的 這麼像嗎 然後當時很多人都會 因為當時可能 那些歌曲都沒有太多人聽 所以那些人很專注 在樣子上 經常都會說 他真的 他的臉很長 他真的 這樣那樣 所以我覺得 都很無謂 我就直接 不看了 有唱很多番唱 始終番唱帶給我 都有一定的數據流量 所以要繼續去做 但原來忽略了 其實我是一個歌手 其實大家都要知道 我也是有自己的作品 所以其實由去年開始 所以我覺得 我很希望 我也做很多歌 都希望 公司和我都可以 一起努力去出多些歌 然後告訴大家 我不只是翻牆 不只是小背心 我也是 還有自己很多原創的歌 大家 會希望令到 本身不喜歡我的人 掉眼鏡 因為有些人是很缺絕的 他說他一定不會紅 他一定不會紅 有人說嗎 有 很肯定 他的語氣是100%的 是激發了一團火 其實很多人都讚你唱歌是好聽的 覺得你是好聽的 其實COVID的時候 也有影響 有一段很大段時間 其實沒有在香港住 你去哪裡住 我在北京住了一兩年 所以當時做歌 或者宣傳方面 也很有限量 現在的頻道 會不會唱多些自己的歌 有 或者會不會真的開演唱會 對 你好像對上香港開演唱會是2019年 很久 2019年11月 差不多 好像是 我25歲 我還是25歲 其實我們從去年開始了巡演 去年第一站在佛山 剛剛今年4月那一站在廣州 接下來七月就會去小慶 也希望今年可能做多 理想做多三場 其中一站就回來香港 我也想 現在在計劃中 首先過得很快 但我又覺得 好像跟20歲的時候 感覺 不是很大分別的 好像 好像這一行令人的青春是停留得久一點 是的 沒有那麼老職 我覺得自己這十年 有什麼轉變最大呢 什麼轉變最大 我住的房子大了 大了 大了一二百尺 大了二百尺 大了二百尺 還有最大轉變是真的 做了房子 搬了出來 搬了出來 搬了出來住 因為 我之前其實很多年都是跟家人一起住 然後 我去到其實我真的搬出來住 真的去了北京住 那沒辦法 因為誇張到我去北京住的時候 我是連洗衣機都不會用 然後我打電話問他的朋友 你可不可以上來教我洗衣機怎麼用 我的朋友是呆了 你沒開過洗衣機 我的光迷是看著我 有一個完全什麼都不懂的 還有我有上過美女廚房 那時候是極恐怖的 什麼都不懂 對 之後 如果我現在可以上去 我一定可以煮到一道好吃的菜 你說 跟你同年紀 有些同學都開始早家 對 那你自己心不心急 在感情方面 我有問過我媽媽 最近 我有跟我媽媽去討論你 其實我沒有餐小 沒有啊 都沒有 我暫時沒有這個老婆 我沒有一個合適的對象可以和我生孩子 implemented 油 experimental 不會 我 kleinen 油 优畫 每一隻